所以我们现在请来了一个最帅的老板,Mr. Wyatt,来介绍给我们这四道甜点的各个的重点 这四道甜点是我们的招牌,第一个是Oltimate Patch Cake 它是一个tomper flavor的一个tomper cake 另一个是souffle cheese cake 它是一个1g of fat in each slice of the cheese cake 然后这个是give-free meatloaf tarot cake 它是比较不一样甜的一个tomper cake 然后最后一个是vegan brownie 就是没有鸡蛋,没有牛奶,也没有任何的动物 所以全部的那个甜点,在这里最重要的那个店主题是什么 这个最主要的,我们做的理论都是牛肉棒,然后白糖 所以任何的食物我们都没有放在里面 好,谢谢Wyatt的介绍 我们现在来问一下为什么 Wyatt会开始这个cafe Dustin for the Wonder 基本上,这个cafe就开始了 因为我和我朋友都很喜欢吃饭 而且我们喜欢食物 所以我们决定制作更多的食物 然后当我们开始试试和朋友们 去尝试吃饭,他们很喜欢它 然后给我们的信心 我们想要开始吃饭 我们去尝试吃饭 给人吃饭更多的食物 然后让他们知道 你能吃饭 但仍然不感到败 也不感到不健康 所以这就是原因 我们开始这种设计 在这种程度 因为我们在这种程度 因为我们有关系 我们也有设计 咖啡和咖啡 所以我们在生活 我们相信 这种程度 不是只吃饭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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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因此 我们混合 咖啡 咖啡 可以吃饭 吃饭 在这种程度 配饭 可以吃饭 吃饭 吃饭 所以就简单来说 就适合咖啡 然后又爱喝酒 那么多这样 对 好,谢谢你 谢谢